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有点热 有点缺水 有点中暑了 为了散热血细胞 我们都前往表皮散热 我们的女主因为太热 连本体帽子都给摘了 因为体内过热 白血球实力下降 面对战武渣的拉扬牙包感军都虚 而且这个细菌跟以往的还不一样 她进入体内后 不像之前的那个金黄色普通球菌搞破坏 而是想要躲起来 面对白血球的追杀各种逃跑 想要等身体完蛋后再分裂 奈何想要装逼的心理害了她呀 看着白血球这么虚弱 居然欺负起白血球 还对白血球完捆绑 幸好最后身体的主人打针了 身体去医院了 去医院了 要说三遍 从开波以来 每当多灾多难的身体出了问题 总有很多人吐槽 为什么不去看病 终于这个愿望实现了 判了这么多集终于去医院了 而且还是输液 看着那枕头从天空捅入 还真有点神圣的感觉 感觉以后再输液会有别样的感情呢 自从血小板主场那一集后 想看我们的萌萌血小板就要盯着背景仔细照 这一集中血小板的戏份还是挺多的 口渴的血小板像白细胞要水喝的场景 总有一种妇女的即视感 说实话 平常看动画主要盯着角色看 对于背景板总是不太注意 因此也经常错过一些好玩的地方 这不这一集里 要不是弹幕提醒 都没发现那个大胆的红细胞